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台湾民意基金会经公布最新民调有31%,7%民众认同总统蔡英文领导方式但46%,7%不赞同47%,1%民众满意行政院长赖清德施政表现36%,3%不满意。 民调分析显示蔡总统声望落到上任后第二低点,其中25至54岁的青壮年族群有约略超过五成以上不赞同蔡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赞同的人不到三成。 在政府拼经济政策表现民调则显示30%,6%满意蔡总统拼经济表现但有59%,9%不满意。 至于蔡总统处理两岸关系表现30%,8%民众满意不满意59%,6%进一步询问蔡政府在两岸事务的处理表现如何有23%, 3%认为太强硬29%,8%认为太软弱30%,3%认为刚好。 此外,民调也询问民众对中共禁字启用M-503航线民航局决定占不批准中国东方与厦门两航空公司的春节班次是否支持蔡政府这项反制措施有39%, 8%民众支持43%,8%不支持。 但民调报告分析指出支持和反对蔡政府已局部不批准中国所属航空公司春节航班反制中方措施的民众 基本上是沿着政党认同的分析而来,民进党认同者有7成2支持,国民党认同者有7成不支持,中信选民则是反对明显多于支持。 本次调查 由台湾民意基金会由银龙教授负责问卷设计研究发现的判读、报告撰写及相关公共政策一含的解析。 山水民意研究公司受基金会委托负责问卷编制、抽样设计、电话访谈与统计分析访问期间是2018年1月21至23三篇,以全国为范围的20岁以上成年人。 抽样方法是以全国住宅电话用户为抽样架构,以系统抽样,加为数两码随机方式抽样,有效样本1074人。 抽样误差在95%信心水准下约正负二、99个百分点,并议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资料进行地区性别、年龄及教育程度加权亦符合母体结构。 经费来源是台湾民意基金会。